一物都挪走了 挪哪儿下来呢 就是都挪到五十一区那儿下来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当天的报纸和电台都已经报道了 是罗斯沃尔地区呢 有这个飞碟和外星人来了 可是第二天 美国军方就正式对外宣布 是你们的都扯淡不对 那就是一个装有雷达的气象球 在测试气象的时候 在这儿坠回来 根本不是什么外星人飞碟 而且以军方名义 勒令电台和报纸 不准再报道这个事 可是这个事呢 麦克亲眼所见周英 不少人见着 就把这事给传出来了 这一传出来 你想想 就没有人再相信军方和美国政府的了 知道他们可能是为了保守秘密 为什么要保守秘密呢 不要让消息扩散 我们先弄一块研究 看这里有什么高科技 因为我们也知道 1947年那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冷战了 美国跟苏联这种对峙 是不可避免的了 美国人想 我们要把外星人的科技掌握了 那我们就会在冷战当中大战上风 所以当时美国军方和政府毫无疑问 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稀里哗啦 就把这些都划了到五十亿区间 自那以后 没有对外界任何一个地方 再提起过和这事有关的事 而不断有公众问 政府跟军方都是顾索又言堂 没什么回事 那就是个气象球 你们都看错了 也不断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但你越解释 越有人怀疑 而有人还发现 说美国呀 这个美人总统上来 好像头几天都得到趟五十亿区 说据说那里有一个特殊的屋子 叫绿屋 绿色的绿 说这里头就有外星人尸体放到这 所以这总统呢 也都到五十亿区里来看 说看看这外星人怎么回事 还有人传 说这外星人 那个附近呢 围绕着五十亿区周围 总有优越FO起降 说据说有外星人到这来 要把他们的尸体给要回下 说跟美国军方还谈判了 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了 哎呦 弄得简直是非常玄妙 所以我说这五十亿区 它的神秘 绝不仅仅是军事方面 更主要的是呢 和UFO和飞碟之间 它俩挂上钩了 那么五十亿区 它一开始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研究军事方面的高科技 你看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上个世纪 可以说风靡一时的 U2侦察机 就是在五十亿区研制成功的 这个五十亿区呢 它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军基地 只要这个飞机机型研究成功了 那么马上相关这个飞机训练各个方面 都转到其他正式的空军基地 也就是说这个五十亿区 只是负担试验和研发 我们也知道U2侦察机 当年有多了不起 因为当时啊 五十年代的时候呢 民用的这个飞机 就商务飞机 也就是飞在离地三千米到六千米 这个高空 战斗机呢 也不过能飞到离地一万两千米 可是U2侦察机 能离地一万八千米 它这个距离呢 当时好多先进的雷达都侦测不到 所以那个时候U2侦察机呢 多次来到和美国冷战的敌对方上空 进行侦察 那个时候U2侦察机呢 使美国在军事侦察这方面 领先全世界 那么这个U2侦察机 就是在五十亿区里边 试验研发成功的 美国在五十亿区里 曾有过多项绝密研发计划 因这些计划而诞生的新型机种 也往往轰动世界 在冷战的压力下 美国担心U2侦察机 已经躲不过苏联的导弹了 美国接下来的计划 是要研发接替U2的侦察机 能力更强 更不容易被发现的侦察机 秘密进行多年的牛车计划 更是让美国拥有了 超数倍音速的飞机 A12 甚至连当时的美国 本土飞行员也认为 那不是地球文明的产物 除了U2和A12侦察机的研发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 五十一区开始着手研究 隐形战机和无人战机 而对于无人机的研制 五十一区的科学家呢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开发出了无数种机型 其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一种类似蜻蜓 并且可以模仿鸟类 拍打翅膀的无人机 就已经在五十一区问世 最终 这种新型无人机 被命名为 现在广为军事迷熟悉的掠食者 并最终被派往中东 计划暗杀基地组织头目 本拉登 我们先看看五十一区这些年来 它的封锁程度 本来这个地方呢 它是在内华达州 可是它呢 不归内华达州管 直接归美国军方直属 美国政府直属 那么它所在的地区呢 是原来一个废弃的马夫湖矿 这个地方叫马夫湖 可是呢 你在美国地图上 你找不着这个地方 就在地图上 它已经被隐去了 我们都知道 但凡一个国家的高科技啊 往往和军事有直接关系 而在这个高科技军事 诞生最开始阶段 它研制 军事科技这个地方 也一定是个禁区 马夫湖就是这样一个禁区 但是这个禁区 和美国其他的各个军事禁区 还不一样 它被封锁的特别严实 你比方说别的禁区 你离人挺远的 说我们在某个山顶上 能往下看看 这个附近的山谷和山脉 全被封锁 谁也不能进来 没有特殊证件 任何车辆 个人都进不来 而且这里有大量的地下传感器 空中有直升飞机 你走进这个方圆 离它大概有100里地左右的时候 马上它就能发现你 它这个地区呢 离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大概有153公里左右 等于离它将近有100公里左右 周边地区 都是被严密封锁的 地图上你找不到它 所以它可以说被封锁的特别神秘 你想在附近找个高地去眺望它 都没有可能 任何人要接近 任何车辆要接近 地面有传感器 空中直升飞机 直接就跟你驱逐走了 空中监视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里是近飞区 有报告说 有的飞行员不小心把摄像头对准下面的地区 结果惹上了麻烦 而且它这个内华达州有很多地方是军事限制区 我们以前讲那个民航的时候 我也说过这个 美国90%的领空是向民航开放的 即使那10%不常开放的 它也是军事和民航通用 就这个时候没有军事训练 你就可以走 内华达州 其他的地方都是限制区 就是不搞军事演习 所以你就可以自由飞 唯独这个地方的领空是紧飞区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不能有飞机经过 那毫无疑问 怕你从上空来溃探这个基地 除了对51区进行周边封锁 高度机密的51区 对里面的工作人员更是采取严格的保密制度 任何人在造访该基地之前 都必须进行保密宣示 而且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力 能在51区工作 既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特权 美国中情局挑选需要的人 然后这些人 还要经过重重的考验 所以你想保密级别 到了这么高的程度 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甚至这保密到什么程度呢 在60年代的时候呢 美国有这个克罗纳间谍卫星 克罗纳间谍卫星从高空啊 拍摄到了美国所有地方的图像 这作为一个资料储存 现在有很多人向美国政府要这资料看 你应该说这是信息必须公开的吧 但是看到这块 那块是被涂抹了的 就是它的卫星图像上 这个资料没有被涂抹掉了 就像公众公示这块 美国政府解释呢 保存不善 最后给这个损坏了 明显这个理由说服不了人呢 如此背着人 你说这里头能有什么文章呢 毫无疑问 他一定隐藏着一些惊天的秘密 所以说这个事 大家开始啊 心持神网就琢磨 这里边有什么事 怎么会保密到这个级别 那么当然第一点呢 是因为它的军事科技这方面 很多人浮现神网 说美国到底要研究出什么样新的军事科技了 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大型的武器了 包括这里边呢 还研究核能 附近呢 有一个大的核设施 当然这么一来 保密就更加强了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你原先美国人呢 只是想从这个军方的五角大楼那 或者从联邦政府那 了解到这个基地 结果后来发现呢 这个基地啊 表面上我们猜想应该军方馆或者政府馆 不是 它挂靠在哪呢 挂靠在原子能委员会上 这就是很多人没想到的 就它所有的一些资料都在原子能委员会 你琢磨琢磨 假如说一个重大项目 它挂靠在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单位里边 你就琢磨琢磨 这得多掩扬耳目 就这么些年来 也没有人想到能从原子能委员会那 调查这块的资料 所以由此可见 美国政府和军方瞒天过海 这种决心有多大 越是这样越说明 这里头准有事 准有傲妙 所以这个事上也反映出来呢 就是美国在这方面 即使是没有就是外星人和UFO这事 美国对于军事高科技这方面的重视 咱实时求是说 世界上哪个国家 又能轻易的轻视国防科技 军事科技 美国在这方面 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那有人说你这次这个 这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答案馆解密了吗 他出台这份秘密文件只是承认 有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研究过U2侦察机 我们在这地方呢 也有世界上最长的跑道 他给你几张图片 你从外表上看呢 就跟一般空军基地区别也不大 但是天线都比一般地方要高 有人说这接受外星人信息的 而且他的地下布满了各种传感器 这也是其他军事基地少有的 而对这些 美国军方和政府没有给予任何解释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拿到这份解密文件 很多人一看呢 很多地方被土改了 你看不着底是什么了 就这一点有人就怀疑 什么这些被土改的地方 跟UFO跟这个外星人有直接关系 当然美国军方现在和政府对此